所謂的交換應該是雙方擬情我願 結果是金華城一廂情願的提了一個 所謂的公益的這個容積獎勵案 我給市府什麼 市府給我容積獎勵 但是這一些他要給的東西 我們市府局處要不要 都沒有事先問過 那我也問過都發局 為什麼你們當年沒有事先問過 公元處 新公處 還有產發局 他們到底要不要這些所謂的回饋 他們說因為長官交代禁訴 所以我們就趕著辦 那這個長官就是8月10號的時候 柯文哲市長在便當會指示 要由副市長擔任PM 等業者補見以後 禁訴就送到都委會去審議了 今天柯市長要說他不知道 又或者是說他只有蓋過一兩個張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去把這些事情 因為從頭到尾都有他的身影在 不管是交辦單 公文的批核 甚至是便簽 甚至是電話等等的 所謂柯文哲去逃租影員 那柯文哲他說他是選後去的 但是我當時就有公開說 不對我接到的情資是選前也有去 那是不是就只這一次我不知道 這是檢調還沒有證實週刊的東西 但是事實證明就是他去逃租影員 絕對不是只有一次兩次 也證明他跟威京的沈主席之間 不是只有議員這一個管道 他們可能有第一個直接聯繫的管道 第二個是不是還有一個神秘的第二管道 因為不管是這個去逃租影員的牽線 又或者是當年2020年的公安事件 8月3號威京申請復工才剛被勞檢處駁回 還在局處的層級 為什麼8月7號市長就知道了 甚至要求提成會來討論 然後直接要求個案要儘速復工 然後每一次金華城的容積獎勵案卡關的時候 市長都會精準的才是 產發局不想接受這個空間這件事情 都還在產發局跟業者還有都發局 他們三方之間還在那邊公文往返的時候 請問一下又怎麼鬧到市長那邊 市長當時又是誰去跟他告狀的 讓他下這個條紙 我覺得這一些東西都可以去進一步釐清 就是柯市長 柯主席跟沈主席他們的關係